但是怎么样,我希望进去的时候不要躲,也不要说我上车,我这个那个的,你记得,你上车你就上车,你也走不了,这大把车我还真敢说这话,我说的算,现在我说的坏了,马上的就坏,是不是知道,我说的好了,他马上的就好,所以说我不上车,你自己上车也没有任何意义,进去就大大方方的挑,大大方方的看,挑完看完了,该买,咱就出来,人手一个小袋子,我看见了,咱就上车走了,也不用,非得在里面靠点儿,非得靠散, 三小时靠两小时,不行了再走,没有那个意义,你们回去也遭罪,我回去也晚下班,就是玩的时候咱就开开心心的玩,买的时候咱就大大方方的买,昨天我看你们也发了好多朋友圈,酒寨沟,美景没有辜负大家,那么希望大家怎么样,也不要辜负酒寨沟,再说,我再说句最实在的,拿着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来,别说买东西了,让你们捐点儿还能啥的呀,对不对,国家政策这么好,来到这边这边还穷,对不对, 你们这个报名费还低,捐点儿还能怎么样,实在想不通的,觉得说导游你说这个,你不道德绑架我吗,你这个就,就是让我买吗,对不对,对,就是让你买,但是呢,道德绑架,绑架不了啥,绑架不了没有道德的,那死牙赖口的旅游片呢,买的团肥低,他往哪儿钉的那种,一上车,你跟他说话,像是夫妻生活不和谐似的,死牙赖口那种, 没得你发我,他也发我了,这种我理的都不理的,上车赶紧我滚后面坐在去,别吱声,都说一句话就让你下车,为啥,这种人一问他,还没钱,我拿回家地板出来的,我就是为了这个费,还费出来的,我就出来这么便宜的,你能把我咋地吗,我能把你咋地,我咋地也不能咋地, 你不买,我也不能上你兜里去掏钱,你不买,我也不能过你手指头,那我就成强道了,我还是什么导游,我只能把产品讲得好一点,把当地的政策讲得好一点,把这个所有的所有的东西,都用我自己的方式推销给大家,最后凭什么,凭大家的心情,这个旅游,只能说是怎么样呢,靠善良人,靠有钱人